张恒远曾参加中国好声音第二季 凭借精湛歌艺夺下亚军 受到不少粉丝喜爱 前面也和女歌手陛下结婚 并于去年生下小孩 今生为新手爸爸 不过他似乎想专心陪家人孩子 逐渐淡出于荧光幕前 也少会在网上更新近况 但日前就传出他健康疑似出状况 让不少粉丝相当担心 分校14日 却突然爆出他因黑色素瘤 病情恶化过世 想念仅仅36岁 让人相当遗憾 不少粉丝知道后都相当震惊 纷纷在他过去的贴文底下留言 希望张恒远一步好走 从夜空中最亮的星 也希望陛下可以勇敢坚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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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